2015年发生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工作人员被失踪的事件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盘关注 也被视为中国大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严重破坏 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和店长 他日前到美国国会作证 星期二他在纽约跟海外的民运人士聚会 我们现在就连线住纽约的记者方斌 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方斌你好 平常你好 方斌我们知道铜锣湾事件是显示出来 中国大陆很可能在香港和其他地方进行了跨境执法 那么两年过去的这一事件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 林荣基被释放回到香港以后 公开了被国安人员绑架的经历 揭开了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真相 暴露了中国在香港和其他国家可能的跨境执法的问题 那么星期二他到纽约的法拉盛跟海外中国的民运人士进行座谈 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很多对他的问题 那么林荣基选择公开事件真相而不是保持沉默 使得中共必须面对承担破坏一国两制责任的巨大风险 使他必须有所顾忌 林荣基说现在中国外交部已经不再谈论铜锣湾书店事件了 虽然北京仍然在干预香港事务 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也有所改变 他是这么说的 这两点很清楚 前一个是他们派国安公安过来把那个李波绑架上去的 肖建华后来因为苏联的事件给公开 他现在怕 有点怕 如果再派人过来把人绑架过去的话出很多问题 所以他现在都不敢做的 他是找香港的黑社会来办事 所以这两点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现在他们不敢公开派人过来香港做这个事情 那么中国政府冒着破坏一国两制的风险 制造铜锣湾事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林荣基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林荣基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也是回答了这个与会者的提问 他说他认为中共制造铜锣湾书店事件 既是针对着一些具体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禁书 他说总共搜走了11本禁书 同时也是为了取缔在海外的整个中国禁书的写作出版网络 他说现在从作家到出版商都不敢再在香港出禁书了 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个是出版商怕出问题 他很担心铜锣湾书店在他们心上就放心 所以就不敢出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他们也考虑 考量出版商还是要赞成 如果你出一本书要赔一本的话 他也考量不会出 这个问题不单单在香港也是在台湾一样 另外林荣基还说 他在回到香港以后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虽然北京暴力执法令人恐惧 但是过去也就是这个 铜锣湾书店出版的这个拘留出版社的这个书 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人在翻版 他认为这说明了香港言论自由并没有完全被大陆控制 方便我们知道林荣基是被绑架和关押了八个月 还曾经在媒体上公开的忏悔认罪 那么对于这段经历他是怎么描述的呢 他说他被单独囚禁了整整五个月 在这个期间精神几乎是要崩溃 并且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他是这么说的 没人跟你沟通的 你很想跟人家沟通的 没人讲话吗 没人讲话的 你问他没人带你的 就是很孤单的 又不知道你关多少 盼什么营 没有的 他还是会找人跟你说话 你可以单单独独在这里一生一世的 很可怕的 林荣基表示 他是被以取保候审释放的 那么他回到香港公开事件之后 有一段时间他说他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常常有三个人跟踪他 但他认为公开事件之后 他的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之下 他到美国国会作证 那么佛州共和党参议员 卢比奥发言说 在林荣基回到香港以后 国会会非常小心地关注他的安全 如果因为他到美国国会作证受到敌意 这样会直接影响到国会 跟中国政府的互动 因此林荣基认为 他的安全应该不用太担心 不过他也说 他现在当然不敢去大陆 连澳门 泰国 东南亚一带 他也不敢去 那么铜锣湾书店事件 涉及到的五个人当中 四个人已经在2016年回到了香港 只有这个拘留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 贵明海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评章 好的 谢谢方斌 在纽约的连线报道